哇 年轻好的啊 我估计每次做新化补铁面的时候 我就吃的特别多 因为我喜欢吃 可能那个就是我喜欢的口味 我想要吃的口味 我主要谈的是说 新化菜呢 从它的配料来看出它有一个标配 一个是纸菜 鸡蛋 花生 然后还有就是芹菜 我们的新化名领是好像 头发 发丝那么幼的 而且炒起来 哇 太好吃了 好吃 我们家就讲Latte Holiak 来 Jabby 不要等了啦 先吃了 来来来来来 客人 吃了我们新化人士先让客人吃 这个怎么样 这个要拌的吗 拌一下 等一下变成老生 这个怎么本啊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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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干一丝 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先试试看这个错误 让我先试一下 我刚才去厨房了 所以我明白它的错误什么意思了 就真的是那个 那个炒的那个东西要不断的翻 那个铲 要不断的铲那个东西 对啊 最关键是后来要放一大堆那个 这个壁瓜粉 土田菜地就是用海鲜纤维取胜 对 你看这个 这个菜我刚才去 今天那个是阿 阿汗 多么大方 让我去厨房里面看 所以我刚才还用了大量的这种 就是海鲜 来取这个鲜味 高汤也是海鲜的高汤 你要吃它的材料要新鲜 如果材料不新鲜就很难讲 这个 这个麵粉 那个麵粉糊啊 那个麵粉糊啊 麵粉 那因为 它有这种很糊糊的感觉吧 这个呢我就觉得比较好玩了 因为我后来 它有让我去炒两下嘛 哈哈哈哈 你也有炒几下是不是 对啊 炒多下 我就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它要把它弄成这种 这样子一团一团状的 好 然后就有一个 说法 它有一个它自己的想象 所以因为跑船嘛 如果菜没有这样子把它糊起来的话 很难拿 所以你跑船的时候 哎呀肚子饿了 你要赶快吃东西 如果是汤汤水水 不是打翻了咯 你这种湖状反而容易拿 因为它你看 它就是 它就是这样子一整块 好像在吃一大堆蔬菜版的 蚝蛙煎 这种台湾类型的蚝蛙煎 它里边除了有生蚝以外 还有蛤蜊 嗯 还有一些肉 还有肉碎啦 生蚝啦 如果是原香的话 就会放那个小小的那个 小小的那个 蚝 蚝 蚝 更鲜 然后还有放辣辣啦 虾啦 对是三蒸配海味 你三蒸是猪肉是吗 对 明虾 你说这个菜是大日子的菜来的哦 但是你家大日子有做这个菜吗 老人家讲 蚝蚝 就是说在蚝蚝的时候 蚝蚝或者是嫁 那个举媳妇的 前一前晚上 我来做这个 因为要准备各种各样的菜呢 剩下的食材要怎样处理 蚝蚝非常细 就是这些 我们讲的菜头菜尾 用不完的葱姜蒜 对 红萝卜丝啊 大家说那个蚝蚝蚝的灵魂是芹菜哦 就有大量的芹菜丝啊 芹菜叶啊 然后拌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说是大日子的菜 这种团团圆圆的感觉还是比较有的 年年糊涂嘛 对 其实我们新华人的食物啊 可以说是太好吃了 好像讲我们的这个卤面啊 在中国他们叫做卤面 我们在这边我们称为卤面 卤面 是太好吃了 太好 太好吃了 这比较呢 最大的服用了 some warm 它有什么 还有什么面对制能收到的 有什么感觉 还有什么有明性 红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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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不想吃什么吗 你不想吃什么 韩国的味道是什么 鸡肉 鸡肉是鸡肉 鸡肉 鸡肉 你喜欢吃新鸡肉 这鸡肉是什么不重要吗 韩国的鸡肉 鸡肉是中国鸡肉 中国鸡肉 鸡肉是什么 如果是鸡肉的那个鸡肉 跟中国的鸡肉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你看看 我们这些鸡肉的鸡肉 鸡肉是鸡肉的鸡肉 为什么不相应吗 相应 相应 差不多 差不多 据我所知都是差不多 因为我们都有来回补田 那么我们这里吃的 跟我们回到故乡 补田吃的 而且很多的地方 都差不多相似 没有 差不多年后的时候没有做 真的啊 很多人都会做 做法一样吗 做法一样 真的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就是这样 味道一样吗 嗯 这味道就一样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粉红色哦 对 这个不人造色素 好像那个少女一样 少女星粉红星这样有没有 那是美哦 哦 所以配上澎湃的食材 哇 配料 所以吃了这一餐 来来来来来 对啊 红菇在那边 来 谢谢谢谢 给我们料博士 你一定要点出 画龙点睛 小时候就是我妈妈 千辛万苦买回这个红菇 煮那个红菇炖鸭汤的时候 哇 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不好意思 我来啊 所以今天 我们一辈子也没吃过 我今天第一次设在红菇 我第一次设在红菇 我吃过 对 红菇是因为你们新化的那种 特殊的食材是吗 特产 特产 有 哦 日本当地的头发都在 番茄那边 嗯 我们的是沿海的 我们的海天都太多了 所以没有刻意去追求 所以它是因为它的 菇本身的颜色 所以 你一炒以后 再放面就会变成粉红色 这个意思了 它煮汤的话 它只要一碰到水 它的颜色就会 滲出来 滲出来 所以它汤就变红色了 所以配那些肉类的话 它的这个菌类的味道呢 就跟它搭配的很特别 今天是因为混了太多 跟味道比较都强烈在一起 是的 所以它已经被综合在里面了 对 反而无法单独吃出那个菇的那个 对 但是非常好吃 你呢 今天的红菇啊 恭喜了大家很多不同的回忆 是吗 它的回忆就是妈妈的味道 但是呢 因为里面的食材太丰盛了 所以冲淡了红菇 新境界 新境界 JP呢就说 你的红菇突破了它 对于贫穷的想象 从来没有吃过 哈哈哈 你不小心弄出一叠 少女心 是不是要讲少女心 粉红色的 哈哈哈哈 少女心 这种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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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这个是 米粉 新化米粉 非常幼 所以细如头发 它的特点 跟一般的米粉来比较的话 它是像头发那么细的 我以前有看过他们的介绍就是 炒这个米粉的时候是要用筷子来炒 不能用卧场来炒 速度要快 所以它有辨识度 它有辨识度的 哇 真的是很细耶 嗯 它细如头发 所以我就讲到说 当年 它其实就是因为 莆田是一个山岗 所以那个时候 然后靠近海边 所以我们的食物里面 有很多海鲜 而且它的海场很特别 当地的特产 然后再加上当地的土壤也有 就是花生啊 所以它整合进来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来 角度来理解我们的美食的话 它会让我们溯源 找到它的源头在哪里 那边的地理 人文的环境啊 然后你才知道当年 普天其实是一个海港 我觉得那个故事就很精彩 那是蛮有趣的是 虽然都是海港城市哦 嗯 我们有大量的这种主食类哦 对 你看到了潮州啊 海港城市它是大量的那种分烟类 这种各样海鲜声音 这种各样海鲜做法 它就没有这么出名 专门做一个什么 海鲜炒这个海鲜炒那个 米粉是好吃的 很特别哦 我今天怎么吃这么细的米粉 很难找 也很难炒 啊 难找是因为是也很难炒 老师你应该 试试回家试试看吧 炒米粉很麻烦啊 林老师说 炒这个米粉 因为我刚才没有看你炒 嗯 你不要用筷子炒啊 用筷子 用筷子 我肥如头发 对 你要用筷子 然后你就要拋卧 哇 哦 拋卧 嗯 所以你看他肌肉很 肌肉很壮 来来 做这个 这样啦 你来看他一直在那边拋 老师 拿着手了 哦 哈哈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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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本身 他的米粉很细 他需要泡水吗 他不能够泡水 哎 细了 他不能够泡水 所以你就是马上一片 来 然后直接放卧 放卧的话你要确保 每一根的米粉 都沾到高汤 哦 然后他沾到高汤的 然后你就要焖到它干 然后开始焖到 然后炒到它干水 就是成为这样子的样子 然后看得高了 是 每一根都要吸收到 如果你吸收不到的话 他就是像那个 所谓的那个 米线炸在那边 这个其实就很接近 家里的味道了 是 首先它的米粉的来源 跟人家不太一样 对 其实我相信 星化人那我们家至少吃过 马炒的米粉 都不会吃外面的米粉 是 我感觉上一定是这样 其实 我们这些难方的籍罐 当初在这里创造美食的时候 主要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对 要吃饱 温饱 先吃饱 怎么样 作為一個鮮油人 而且你第二次去阿翰的補甜麵 吃另外一位鮮油人 做的新化料理 感覺如何 感慨萬千 可是又欣喜萬分 我剛才看你的時候 你比較興奮是一直要展現給我看 紅色的紅菇 我們叫紅菇而已 因為你講了又講 在視覺上 這個紅菇湯 我覺得就是班芭比電影打廣告的那種感覺 太少女型的 麵就弄出一盤粉紅少女型的麵 對 我吃到紅菇了 但是我從這一次的這個 真的是吃主食 炒米粉 對 再來一個什麼 什麼 你們叫什麼 炒粉 然後炒米 然後又麵線 最後偷偷吃了 不給他們看了 加料版的 補甜系也可以出這個補甜草 是 而且我好像感覺阿翰的目的 就是要推出另外一種對於 補甜菜的想像 再補甜菜的